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种宁静逐渐被打破 城市中心的向阳公园汇集了一伙脱皮画家 他们以艺术交流的名义 每每有人经过就会涌上前来 不把画买了就拉着不让走 这种嘈杂的环境让路人不堪其扰 但正是在这样的场所 谢霜却在拥挤的人群中一眼发现了她 她身材高挑 气质清新 衬衫袖子被随意卷起 呈现出曲线优美的手臂 让人不由地注目 在石砖地上 放着一幅幅人物画和一叠叠素描纸 显然是附近美学院的大学生 在自己的展位上出售作品 在激烈的竞争中 其他人会不遗余力地向路人推销 而她只是默默地作画 一言不发 由于她的气质超凡 很多女生都会前来搭话 但无论如何戏弄或撩拨 她都坚持专心作画 让人自讨没趣 谢霜也算是越南无数 但像她这样没有半分花吃气的 倒是第一次遇见 她静止走向她 坐在她面前的小喳喳上 男生停下了手中的笔 抬起头 看了她一眼 微微点了点头 算是打了招呼 她做的笔直 眼神专注地盯着她看 充满了探究和好奇的目光 肤色白皙 眼神沉郁 轮廓分明的面容 是介于男人和男孩间的青色 她低着头 碎碎的刘海搭了下来 遮掩住了眉目 偶尔将下巴抬起 可以看到长长的睫毛和清冷的眼神 紧握画笔的手非常漂亮 温润修长 直接分明 让她忍不住畅想这双手触摸肌肤的感觉 谢霜一路看下去 从修长的脖梗扫到结实的小腿 越看越喜欢 她自诩是个专一的人 自打出身口味从未变过 她就是喜欢这种身材矫健 唇红齿白的小白脸 眼前的男孩子 简直就是按照她的口味量身打造的 15分钟后 画完成了 谢霜看着手中的画 笔触精妙为妙为笑 纳闷她都没抬头看几眼 怎么就能画得如此穿神 她的心荡起莫名其妙的连衣 神色有些复杂 男生礼貌提醒她 谢谢 十块钱 谢霜如梦初醒 掏出五十块钱递给她 男生转身去找钱 谢霜瞟了一眼她泛黄的袖口 说了句不用找了便转身离开 可没走几步 就感觉一阵风从后面扑过来 接着衣角就被人拽住了 还没等反应过来 男生已经把钱硬塞进她手里 谢霜看着手心里 皱巴巴的一团觉得好笑 她瞇着猫一样的毛子上下打量她 烟红的嘴唇勾出一丝妩媚笑意 你叫什么 男生被她太过侵略的目光 看得有些不好意思 可还是非常郑重地把名字告诉了她 丁霄 深夜时分 当城市大部分人刚刚进入梦乡 春色撩人夜店 这才开始了一天中最辉煌的时刻 谢霜穿过人生嘈杂的走廊 推开尽头的一扇大门 她习惯性地朝床上扫了一眼 正巧 坐在床边肥胖的男人也抬起头来看她 也许是她的目光太过于犀利 男人目光明显一缩 然后飞快地把头低下 谢霜嘴角一勾 把手里的漆皮昆包随意往床上一扔 就开始麻利地脱身上的衣服 谢霜的举动明显把那男人吓到了 她的脸忽然通红 慌乱白白手 然后哆哆嗦嗦地说 小姐 咱们能不能先聊聊 谢霜把正在反手解胸罩的手停下 只穿着黑色蕾丝三点式 就大模大样地坐在男人的身边 从旁边的昆包里掏出一盒烟 然后用纤细的手指抽出一根 点上 她吸了一口 吐出薄乎幽幽的烟圈 当然可以 聊什么 你说吧 男人紧张地搓搓手 然后开始叙叙叨叨地 讲自己的故事 那一晚 谢霜就好像与猛兽搏斗一样 惊心动魄的 好像随时随刻都会有性命之忧 她被那人肥肥的一摊肉盖在下面 压得直喘粗气 心中荡漾起一种为事业牺牲的悲壮 凌晨五点钟 谢霜像往常一样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 一进门 死党陈月明正往自己的脚趾头上 涂着五颜六色的指甲油 告诉你多少遍了 不要在家里关窗涂指甲 谢霜伸手来搁吱她 陈月明最怕痒了 大笑着求饶 玩累了 两个人腿搭着腿 挤在一张小沙发上互相依偎取暖 谢霜从漆皮包里掏出一盒烟 抽出两根 给陈月明扔过去一根 两个人静静躺在那里 一边讲今天的所见所闻 一边吐出寂寞迷离的烟圈 任由时间随着烟卷泯灭而流淌 谢霜说 我今天碰到一个男孩子 长得很像以前的林生 陈月明一愣 林生就是那个 你恨不得包皮拆骨错骨扬灰的林生 年少的谢霜曾经深深迷恋过一个人 她的名字叫林生 林生长得高高帅帅 是校园里的红人 每个年纪的女生都认识她 17岁的谢霜情窦初开 把自己的第一例情窦种在了陈生身上 谢霜觉得林生是喜欢她的 于是两个人偷偷摸摸谈起恋爱来 她们会互传短信 短信的内容入骨而掩热 谢霜脸一红 就赶忙删掉了 不久 他们接吻了 林生的舌头很灵巧 她轻而易举就撬开谢霜紧闭的牙齿 谢霜的舌尖与她缠绵在一起 就好像一对双双 在花间漫舞的蝴蝶 林生的双手 顺着她的仙腰滑动下来 谢霜感觉她是在脱自己的衣服 一下子清醒过来 猛地退开她 林生不可思议地看着满脸通红的谢霜 锐利的眼神弥漫着跳跃的愤怒 不行 谢霜红着脸 低头整理乱七八糟的衣服 你不爱我 谢霜 林生的语气寒冷如冰 如果你爱我 会把自己完完全全交给我 谢霜没有经历过这些 她确实不知道上床跟爱 到底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林生邪逆谢霜的满脸犹豫 拂袖而去 谢霜拉住她 满脸都是献祭式的 庄严圣洁 我爱你 我愿意 谢霜像一朵含羞待放的花 被林生一层层的玻璃羞涩 她感到从未有过的恐惧 握紧双手直直放在两侧 只觉得两排牙齿都在咯咯地打仗 第一次 谢霜并没有感受到任何快感 林生的安抚也显得有些漫不经心 但是她还是感受到了一种从内心释放出的感动 当她看到洁白床单上的红色印记时 一下子哭了出来 她希望同样的感动可以在林生的脸上看到 可是此时此刻的她正在旁边呼呼大睡 这让谢霜不禁有些沮丧 第二天 全校的师生都知道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谢霜被人睡了 林生对此时会声会色 大肆宣扬 谢霜一开始怎么样地拒绝 后来又怎么在她的巨大魅力下清解罗长 一开始怎么样无措 又如何在她一步步指导下玻璃第一次的羞涩 成为一个可以寻欢作乐 懂得男女之爱的浪荡女人 林生得意洋洋地说 看起来挺高傲的 在床上还不是一个样 全校师生都知道了 一向看起来沉闷不语的谢霜 被一个坏男人用甜言蜜语骗上了床 而那个男人又飞快地 好像丢垃圾似的甩了她 众人的谈论有一些大快人心的味道 林生成了一个英雄 而她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当父 谢霜想死 但却没有勇气 所有人都躲她远远的 她没有一个朋友 谢霜成了一具自我唾弃的行尸走肉 她眼中的神圣爱情 已经变成了人人都可以讥讽的可怜笑话 这个世界上最无耻最肮脏的就是爱情 那只是人们为了达到目的所杜撰出来的玩意 谢霜感谢那场遭遇 让她早早看透了爱情的真谛 此后不管多么光怪陆离多么五光十色 她都可以不屑一顾百毒不侵 节奏激烈的音乐震耳欲聋 舞池中尽是群魔乱舞 谢霜情不自禁跟随节奏摇摆身体 只醉精灵夜夜声歌 久经可以暂时麻痹神经 不远处的领班正在训手下员工 满嘴的乌言慧语 让谢霜也禁不住侧目注视 被训的员工看来是新人 虽表面一副虚心受教的模样 可面容冷凝 嘴唇紧敏 低垂的眼皮是竭力隐藏的不耐和孤傲 怎么是她 谢霜将杯中酒一眼而尽 走上前打人场 睡两下就行了 还是个孩子 别太苛刻 领班跟她相熟 也就扑下驴给了面子 只向征性地告诫几句就走了 领班都走远了 丁霄还是直指处在那里 像是跟谁怨气似的 坚定不移地执行惩罚 谢霜微微一笑 人都走了 你还站这儿 她猛然抬头 一瞬间呆愣住 原本暗淡无光的眼神 划过一丝惊喜 谢霜挑挑眉 还记得我吗 给我画过画的 丁霄用手挠挠头 也咧着嘴笑了 谢霜问 你怎么会在这里 她羞涩笑着 学费贵 我想赚点钱 就不用花家里的钱了 她看起来有些不好意思 吞吞吐吐说 但在这种地方打工 总归有些 她没有再说下去 谢霜知道她指的是什么 这里到处都是醉醺醺的人 白花花的胸脯 和诱人的大腿 谢霜说 凭自己劳动挣钱 没什么不对的 管别人说什么呢 领班隔着人群朝 丁霄挥手 脸色有些难看 丁霄急说 领班喊我 我要走了 说话间朝领班快跑过去 只是忙中出错 忙忙躁躁撞到一个人 又连连跟人陪不试 都跑到尽头了 还努力撑着脖子 朝谢霜这边看 看见谢霜朝她挥挥手 却又不好意思地扭过头去 谢霜注视她 一步三回顾的背影 勾勾唇脚 露出一种玩味的笑 这时 手机忽然响了 私人会馆 不是什么人都能进来的 已是就餐时间 别的饭馆都是人满为患 这里却是冷冷清清 王经理按了两遍门铃 一位工作人员才姗姗来迟 谢霜跟另外两个女孩 从车上下来 神秘而低调的地方 里面必然别有洞天 外表古朴的建筑 里面装饰却是皇宫式设计 房顶悬挂水晶灯饰 桌台上放着蜡烛 装修风格奢华而浪漫 谢霜一行人 被两个身材高挑的旗袍小姐 引至一个会客厅 这里一天只接待一部客人 王经理早就叮咛过这次的客人 很重要 一定要尽心伺候好 席间工筹交错 各种光画套画场面画不绝于耳 没用多长时间 八面玲珑的卸霜很快明白其中原味 大楼要重新安装新护栏 每个成本价格150元 承包商去网上报6000 轻松倒手间就有巨大利润 落入他们的口袋中 临走时候 王经理还给在座的领导 每人送了一个小红盒 盒子里装着一枚金灿灿的小金服 小小意思 拿回去给孩子玩吧 王经理的语气谦卑而谄媚 谢霜 好好伺候于总 嘱咐完谢霜后 又凑道于总耳边小声嘀咕了几句 于总笑着倒了王经理一拳 转眼两个人都笑了 谢霜也笑了 道貌岸然的人他见得太多了 流氓变态虐待狂他都见过 当把礼仪廉齿这些东西 统统抛之脑后 其实 活着 很简单 冬日严寒 尤其最近几天气温下降的厉害 谢霜想起自己打底裤 不够用 便开车去了不行街 市中心的繁华地段 周末节假日 人潮更是熙熙攘攘 他直奔精品店挑了两条就往外走 对于阳光灿烂的热闹地方 谢霜打心眼里反感 他就像是喜欢阴暗潮湿的蕨类植物 晒多了太阳就会尾雕 不行街是不准摆摊的 可今天的不行街却摆了长条桌 上面放了一堆棉拖鞋 有学生模样的人拦着行人推销 被拦住路的行人神色厌恶 连连摆手 唯恐避之不及 谢霜在人群中一眼就看见了丁霄 他正拿着拖鞋向过路人推销 天寒地动只穿了一件单衣 长久暴露在外 高挺的鼻子冻得红红的 丁霄也看见了谢霜 微笑着跟他打招呼 谢霜走过去 不在公园摆摊卖画 怎么卖起拖鞋来了 丁霄神色难过 低头摆弄手上的棉拖鞋 半天才念如开口 同学得了白血病 骨髓配型好不容易配上了 可没钱做手术 我们几个同学批发了拖鞋 想筹点钱给同学治病 他与其哽咽 浓密的睫毛 似裹了薄薄的雾气 趁那眼睛越发清亮 长条桌前放着偌大的宣传版 几张照片排列在上面 一个苍白憔悴的男孩 躺在病床上勉强露出一丝微笑 一段煽情的文字 清晰印在上面 情真意切 让人不禁流泪 谢霜问 愁了多少钱 丁霄微微叹气 零零总总加起来 也不过一千多块钱 医治手术要十几万 现在连个零头都不到 旁边一个清秀女孩走过来 姐买双拖鞋 尽一份爱心吧 女孩昂着伯耿丑她 打量中带着判断和审视 谢霜对这种目光非常熟悉 她优雅地从爱马仕皮包中掏出十块钱 女孩子把准备好的拖鞋递给她 丁霄 新开的天木城要一组壁画 一幅画六百 你你跟我一块去吧 女孩眼中满是期待 丁霄喜行余色 太好了 把大明他们也交去 人多 挣的钱也能多些 女孩面露难色 可是人家只要两个人 丁霄立马说 那你跟大明去吧 大明身体弱 不能吹风 室内的活适合她 女孩幽怨地看了她一眼 走了 谢霜想笑 这鱼目脑袋还真是不解风情 又有一拨人过来 丁霄又开始了拦路叫买 有人掏钱买了棉拖鞋 但更多的人还是不屑一顾地 从前面走过 谢霜从口袋中掏出小金佛 放进捐款箱 昨天完事后 与总随手把小金佛送给了她 她想起昨天满桌的真凶美味 抱餐质度是最普通的吃食 还有些根本没见过连名字都叫不出的东西 连筷子都没有动过 她以前一直觉得自己生活在地狱里 每天都经历着最恶心最肮脏的事情 后来有一天她终于想明白了 其实最最肮脏的是人心 贪婪冷漠残忍虚伪 身脏和心脏 各有各的脏法 谁都不比谁干净 天气预报反复播放着降温警报 丁肖依然在步行街卖拖鞋 她执拗地向每一个路过的行人推销 就像在祈求一根珍贵的救命稻草 这样冷的天气 别人都跑暖和的地方躲着去了 只有她还傻乎乎地坚守岗位 简易搭乘的宣传台上放着一个透明塑料袋 塑料袋里有两个馒头和一包榨菜 那是丁肖的午饭 不用事也知道 馒头已经冻得又冷又硬 跟石头一样 谢霜去旁边饭店打包了两份排骨米饭 回来的时候 丁肖正跟一个大富贫贫的男人说话 男人不耐烦地摆手 他还想说些什么 男人直接开口骂了起来 满口乌言慧语不堪入耳 丁肖一声不吭地走开 男人却还是不依不饶 追着骂痛快了才罢休 发现谢霜在不远处看他 丁肖扭过身子咳了两声 脸颊飘红有些尴尬 得知谢霜给他买了午饭 丁肖硬要还给他钱 可在谢霜的威逼力右下 也只好勉强收下 还让他保证下不为力 这才拿起筷子 看来是真的饿了 丁肖的吃相可以用风卷残云来形容 谢霜知道 以他拼命三郎的性子 肯定把自己的伙食费也一并捐了去 凑了多少钱了 谢霜与他对牌坐着 将自己碗中仅有的一块排骨 夹到丁肖碗里 丁肖不太习惯跟异性如此亲近 有些羞涩拘谨 又悄悄往旁边挪了挪 外拖鞋五千 学校募捐二万 最近正在跟红氏字会联系 看看能不能提供帮助 对了 上个礼拜 有个人捐了个金佛 是不是你捐的 谢霜反问他 你怎么知道是我 看到那金佛 不知道为什么 我第一感觉就是你捐的 丁肖一扫刚才的颓气 似乎对自己的睿智 很是得意 谢霜看着丁肖那张懵懂无害的脸 五味杂沉 一时之间 竟不知该说什么 无意披荐他 嘴角沾了一粒百米粒 就顺手摘了下来 丁肖神色羞难 亮澈的眼睛看着他 宛若没有微尘的海水 你人真好 就像我姐 谢霜一愣 淡淡笑说 我家小弟也跟你差不多大 丁肖没有看清他脸上 转瞬即逝的忧伤 没心没肺的说 那我以后叫你姐好不好 谢霜笑了 好 从此丁肖真的把他当做姐姐一样看待 每次见到就姐姐长姐姐短的 为此陈月明还取笑他 本来是要追求年轻的肉体 怎么平白无故多了个张嘴吃饭的弟弟 谢霜收到家里来信 小弟下月要结婚了 可是家人顾及脸面不让他回去 家中楼房是他出钱盖的 大地的债是他还的 小弟结婚的聘礼也是他给的 这几年全家人的吃穿用度 无疑不是他费心打算 他就像一个随时待命的提款机 需要时吐出金钱 不用食量在一边 只要不涉及到金钱 没有一个人会想起他 谢霜喝了很多酒 醉得东倒西歪 吐得七荤八素 他脚步虚浮 亮腔往前走 差点一个跟头栽到地上 幸好一个强有力的臂弯将他扶住 丁肖关切说 姐你没事吧 怎么喝这么多酒 谢霜最眼朦胧地看着他 伸出指腹抚摸他冷力的下巴 双甲染霞魅眼如丝 我没事 我要回家 一辆黄色出租车 停在谢霜公寓楼下 丁肖扶着烂醉如泥的谢霜 从车上下来 他意识不清胡言乱语 丁肖一边无奈硬撑 一边架着他以免摔跤 五分钟的路程 两个人晃晃悠悠走了 将近二十分钟 插入锁孔 扭动钥匙 门支大一声开了 丁肖把谢霜 轻轻扶到床上 又给他脱了高跟鞋 谢霜曼妙地身躯 陷在绵软的被子中 一头乌云散开 犹如精灵酣睡 他的两颊因醉酒显出好看的飞色 双眸紧闭 浓密的睫毛如蝶翼微颤 红唇微起 娇艳欲低 似在待人采鞋 短裙不小心上座 恰如其分露出藏于裙底的玉腿 真是漂亮到炫目的油雾 优美滚圆 修长白皙 非礼物事 丁肖忙把目光移开 拿起床头的羊毛毯子 盖在他身上 转身就要离开 就在转身的刹那 刚才还在酣睡的谢霜 却如一只猫贴了上来 丁肖能够感到身后 粘着一团温香软玉 伴随滚原柔软的触觉 一股柔和清甜的香气 悠悠袭来 他傻了 整个人像被劈成了两半 一半荡漾在湖水中 一半架进了烤炉里 谢霜如一条舌筋爬圆上 用舌尖清甜他的耳垂 慢悠悠在他耳边吐气 一股热流从脚底直窜头顶 丁肖整个头皮都要炸开 丁肖就像一个乌入盘丝洞的迂腐书生 满口之呼哲以圣家之言 却也抵不住千年妖精的 一记勾魂媚言 一夜以你缠绵 肉欲的欢愉另其十岁之位 他恐惧 忐忑 抵触 却又身不由己 无能为力 丁肖从未谈过恋爱 从小到大追他的人不少 可他就是没兴趣 当看到谢霜的第一眼 他的心就被击中了 那个女人性感 迷人 自我 性情直律又活涩生香 与他遇到的所有女人都不同 他病了 见之手足无措 不见又如隔三丘 自内婉之后 他就对这段不可企及的感情 有了些卑微的稀计 他将自己全部交付在谢霜手中 从此喜怒哀乐所有心绪 全都由不得自己 寒风刺骨 轻柔的雪花从天空飘落 星巴克二楼 谢霜坐在卡座内注视窗外 面前的马其朵端上来已经好一会儿了 他却一下都没有碰过 陈月明拿手在他眼前晃晃 看什么呢 见没反应 便顺着他的视线瞧过去 巨大的广告牌下 站着一个挺拔帅气的身影 那里是进风口 冷风呼啸领如刀 路上行人皆缩着脖子急匆匆走过 只有他如一座雕像助力在那里 身上虽穿着厚厚的羽绒服 可无孔不入的寒气 还是从衣缝钻进去 他裹紧了衣服 不停地搓着手跺着脚 用这种毫无用处的方式来抵御刺骨严寒 陈月明说 这么冷的天在那儿等人 怕不是个傻子吧 谢霜没有作声 只是拿起桌子上的手机 拨了一个号码 电话很快接通了 我有事 今天来不了 你回去吧 三月两宇就挂了电话 广告牌下的人也挂了电话 虽距离较远 却也能看清他脸上的失落 但这样冷的天也没有多待 他很快裹紧了衣服 快步走下台阶 迅速消失在夜色中 陈月明言于他 谢霜 你真是恶趣味 谢霜露出一抹残忍的笑 拿起桌上的咖啡一饮而尽 咖啡已经凉透了 入尺间一丝酸苦 想象中的快活得意并没有出现 谢霜念念地打不起精神 两个人又打去了一会儿 也就匆匆散了 谢霜终于把丁霄 引入了蓄谋已久的欲望陷阱 可结果却向着不可控的方向发展 丁霄毫无底线的纵容 与讨好让他看到了以前的自己 他既变了恼火 又感同身受 同情不忍 陈月明说得对 感情不是水龙头 想要就拧开 不要就关上 他跟丁霄越来越合拍 越来越习惯 这让他无措 也令他恐惧 如果第一次跌倒 是年少无知情有可原 那在同一个地方 跌倒两次 就是罪有应得罪无可恕 他绝不允许自己犯这种低级错误 一缕轻柔月光透过窗纱散落下来 薄薄的 像一层朦胧的雾 丁霄挺阔的后背 因起伏绷出好看的线条 他的头发湿漉漉的 一颗汗珠从光滑的背脊 缓缓滑落 一缕荧光水线 谢霜用撩人的指腹在他身上弹奏着乐曲 从名人的腰线到性感的腹肌 他能清晰感受到丁霄为了取乐而做出的努力 本该情色和名 亲情投入 可心烦意乱的他却迟迟进入不了状态 终于 谢霜把他从身上推下去 从床上坐起来 丁霄鼻尖上坠着汗珠 水雾的眸中有残余的欲望在燃烧 他朝谢霜羞涩一笑 解我表现得好不好 谢霜 把眼神挪开 雨气寒冷如冰 你走吧 丁霄笑容凝结在脸上 无措地看着他 似乎在等他的解释 谢霜 把心一横 我咽了 你以后别来了 丁霄好一会儿才缓过来 赤脚走下床开始穿衣服 谢霜看着窗外糟糕的天气 几次开口想留他 话到嘴边却又咽了下去 丁霄穿着整齐走到门口 紧紧握住门把手 他回头看着谢霜 眼圈泛红 像一只被主人狠心抛弃的小动物 可谢霜心意已决 根本不去看他 丁霄无奈 最后深深看了他一眼 开门离去 谢霜躺在空荡荡的屋子中 点了一根烟 窗外北风呼啸大雪纷飞 这个屋子又变得冷冰冰的 似乎比以前更冷 他喃喃自语 只少了一个人 怎么就冷成这个样子 谢霜已经半个月 没有看到丁霄了 不行街没有 酒吧也没有 以前经常在他身后 转悠得跟屁虫 现在就像人间蒸发了一般 这让他心里空落落的 陈月明嘲笑他 明明是你甩了人家 怎么反倒自己 像个被甩的怨妇 谢霜在不行街 碰到了丁霄的女同学 郭艳艳 他寒暄了几句 开始打听丁霄的消息 郭艳艳很明显并不喜欢他 只是碍于礼貌 不得不应承 丁霄病了 他低头摆弄拖鞋 口气冷淡生硬 病了 什么病 谢霜穷追不舍 郭艳艳白了他一眼 没好气说 不知道 着凉了吧 再问下去也不会有结果 谢霜值得离开 谢霜思前想后心绪不宁 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车已经停在了美术学院门口 周六学校放假 校园里人不多 他连续问了几个学生 终于找到了男生宿舍 丁霄的宿舍在六楼 谢霜踩着高跟鞋设计而上 不时引来男生侧目 谢霜在603门口站定 点起脚尖偷偷往里张望 宿舍里静悄悄的 只在靠窗的地方 有一个人躺在床上 谢霜深吸一口气 悄悄推门进去 眼前的丁霄受了一大圈 形容憔悴 脸色如指 发觉有人影在眼前晃 丁霄慢慢睁开双眼 对视的一刹那 他的表情有一瞬间的正能 等看清来人真的是谢霜 他只按的眼睛发出惊喜的光亮 可只在转瞬之间 这次光亮就暗淡了下去 谢霜蹲在他的床边 用手心试探他的额头 掌心有些发烫 他称怪说 病得那么严重 怎么不去看医生 丁霄抬起手腕 用指尖小心触碰谢霜的脸 似乎想用这种方式证明这一切不是梦 谢霜捉住他微凉的手指 将他的手放在脸上细细妈撒 眼神中无限柔情 丁霄看着谢霜 眼圈泛红 委屈中带着沙哑的哭腔 你为什么不要我了 谢霜无言以对 不敢去看他的眼睛 他的确是一个屎乱中气的人 因为自以为是的仇恨 伤害了一个无辜的人 两行青泪从丁霄眼角滑落 他把手盖在眼上以隐藏痛苦 可是泪水还是从指缝中不断流出来 他又用被子把自己的头蒙起来 谢霜怕他梦坏了 想把被子拉下来 却看见缩成一团的被子不停颤力 接着里面传出一声小动物般的乌液 声音低沉压抑 撕心裂肺 在谢霜的细心照料下 丁霄很快康复 两个人重归于好 敞开心扉消除隔阂后 如今的两人更像一对陷入爱情的恋人 周末逛完超市后 丁霄挽起袖子下厨房 谢霜则在旁边打下手 吃完饭后两个人一起洗碗 打得闹闹在窝在沙发上看电视 二人的相处温馨而甜蜜 谢霜真心觉得这样明媚的烟火气 比以前的纸醉精米有意思得多 谢霜最近遇到一件新奇事 一个富商突然找到他 开口就要娶他为妻 谢霜吓了一跳 他根本不认识来人 怎么一见面就提出这样荒谬的要求 他觉得那人不是疯了 就是另有目的 可那富商已经年过六旬 头发花白 穿一身鼻挺西装 言辞懇切 又不像是开玩笑 后来他终于了解到事情原委 富商年轻时有个初恋 两人真心相爱 却因父母阻挠被迫分态 富商抱憾娶妻 初恋则欲寡欢 香消玉允 富商痛失挚爱 一生都坠毁莫及 一日他偶然看见谢霜 他的脸几乎跟初恋一模一样 富商惊诧万分 多方打听终于找到谢霜 这是本不该草率 可他一周后要移民加拿大 为了不留遗憾 他希望可以带谢霜一起走 陈月明说 像我们这样的人 要想有个好归宿 当真不容易 你转年可就二十八了 该为自己打算 现在可以名为正取 当阔太太 你为什么不要 谢霜吐了一口烟圈 不是我的 我不稀罕 陈月明看着他 似笑非笑 你回觉得这样干脆 不会是因为 那个穷小子吧 谢霜笑笑 没在作声 陈月明叹气 可你们这样 不清不楚 打算混到什么时候 感情这事最怕认真 你好自为之吧 谢霜慢慢习惯于这种关系 越是习惯 越是患得患失 丁霄一直以为他是模特 他没有说实话 以前是不想 现在是不能 他构建了一个 美好虚幻的泡影 远想蒙蔽他人 谁料作茧自负 最终沉溺其中的人是自己 骗来的感情 亦如指尖流沙 谢霜惶惶不可终日 后来他偶然看到了一句话 那句话犹如醍醐灌顶 给了他些许自欺欺人的 稀薄安慰 今朝有酒今朝醉 及时行乐 莫问前程 转眼到了年根 灯梦高悬对联营门 街上已经有了浓郁的年味 所有人都喜气洋洋 唯独谢霜愁眉不展 大帝跟人合伙做生意 张嘴就问他要五十万分 他整日跟一帮狐朋狗友私混 前媒挣着反倒欠了一屁股债 每次债主上门连带父母也担惊受怕 谢霜没法只好给他擦屁股 这次一开口就要五十万 谢霜几番斟酌 最终没同意 得知谢霜不给钱 父母倒先发火了 说大帝好不容易有个正经营生 当姐姐的也不帮他 养女儿有什么用 谢霜被他们无理取闹气得恼人疼 几次挂了电话 若是过年回去 少不得又要念叨 谢霜打定主意今年不回去 可看到周围人都在为过年回家置办年货 心里难免落寞 丁霄知道后 邀请他一起回老家过年 谢霜想自己在这儿也是孤家寡人 倒不如出去散散心 便爽快答应了 丁霄家在以水的一个小山村 父亲早亡 母亲含辛如苦把他和姐姐拉扯大 姐姐早早嫁人 如今家庭和睦 丁霄也考上了大学 一家人的生活越来越有笨头 丁霄早就告诉过谢霜什么东西都不要买 年货他来准备 可谢霜还是趁其不备偷偷塞了一车 等两个人到的时候 一村人扶老邪幼都跑出来看仙女 谢霜也很热情地跟大家打招呼 跟在丁霄身后笑得像个羞答答的新媳妇 除夕夜 大街小巷响起霹里啪啦的爆竹声 不时有五彩缤纷的烟花在半空炸开 丁母和姐姐在厨房里包饺子 谢霜挽袖子要进去帮忙 被两个人笑着推了出来 丁霄带两个小家伙在院子里放烟花 窜天后蹭了一下飞到天上 啪的一下在天空洒下七彩云霞 两个小孩拍着手又蹦又跳 看见谢霜又跑过来拉他的手 舅妈 舅妈 你跟我们一起放吧 谢霜被两个小家伙簇拥着挤到丁霄身边 丁霄脸色通红 小心拉起谢霜的手攥在手心里 姐 这是我们第一个春节 以后的每一年 我们都在一起过 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桌 一家人热热闹闹围在一起吃团圆饭 知道谢霜不吃辣 一向无辣不欢的丁家人一点辣都没放 热情的主人不时招呼他多吃 还轮番往他的碗里夹肉 只一会儿的功夫 高高叠起鱼肉已经看不到碗里的米饭 大年初一 丁霄带着谢霜挨家挨户去拜年 雪天路滑山路泥泞 谢霜一个没留神摔了个大马趴 丁霄赶紧上去扶 结果两人东倒西歪摔在一起 样子狼狈至极 互相搀扶从地上爬起来后 谢霜从兜里掏出一块皱皱巴巴的红布 掀开一看 里面是一对金灿灿的龙凤镯子 谢霜说 昨天伯母非要把这个给我 这镯子挺贵重的 我可不敢要 丁霄看向谢霜 眼中有说不出的情绪在涌动 这是我家的祖传镯子 是给丁家媳妇的 谢霜一听这话 赶忙把镯子重新包上 那我就更不能要了 一听谢霜不要 丁霄立马急了 这镯子给了你就是你的 不能收回 谢霜见她一副娇心样子 打去说 这么霸道 不要都不行 就是不行 丁霄边说边甩开步子向前走 说是走其实跟跑差不多 唯恐她追上环镯子似的 谢霜看惯了丁霄条里清晰的说话 难得看她这样孩子气得无理取闹 这样好看的光景 想多看几眼 可又不忍她一副委屈难过的样子 扑斥一声笑出声来 她把两只镯子戴在手腕上 跟在她身后自言自语 哎 反正戴着也挺好看的 那就戴着吧 看丁霄没反应 谢霜又几步窜了上去 双手紧紧搂着她的脖子 一张红唇贴上去 丁霄赶忙把她从身上扒了下来 红着脸环顾左右 一脸的惊慌失措 别 大白天的 又瞧着她手腕上戴的龙凤灼 脸上立刻荡漾出花来 谢霜明知故问 你笑什么 丁霄明嘴笑 没什么 就是高兴 谢霜决定金盆洗手 她第一时间把消息告诉了陈月明 陈月明知道后 并没有表示出丝毫讶意 只是有些隐隐地担忧 春色聊人的老板 是个40多岁的女人 人称红姐 面对谢霜的请求 她并没有多做为难 只说现在是法治社会 绝不会逼良为娼 但合同白纸黑字签的明白 要走可以 必须拿钱 只要赔偿金到位 一切好说 谢霜以前生活奢靡 花钱如流水 除去日常花销 大部分收入也都会去了家里 根本没攒下多少钱 为了凑钱 她把车子卖了 还把珠宝首饰 统统拿去当了 这一通忙活下来 也仅仅凑足了一小部分 正在她为剩下的钱发愁时 陈月明突然到访 还递给她一个存折 谢霜打开存折一看 眼珠子差点瞪出来 你去抢银行了 陈月明发了白眼 以前让你节省点你不听 现在知道一分钱 难倒英雄汉了吧 谢霜沉思片刻 默默把存折合上 我不能要 陈月明攒这些钱有多辛苦 他比谁都清楚 谢霜自觉生活无望 所以整日挥霍无度 陈月明却生活朴素 一分一离都要斤斤计较 谢霜知道 陈月明一直都有 开小吃店的梦想 可他怎能为了自己的幸福 将好友多年努力毁于一旦 做人不能这么自私 谢霜把存折还给他 陈月明却又把存折 重新塞回到谢霜手中 钱可以再挣 人错过就没有了 人人都说婊子无情 我批要证明有情有义 谢霜 争口气 活出人样来 谢霜顺利拿回了合同 走出夜店的大门 昨夜下过雨 直到天灵才放晴 雨后阳光格外明媚 一道彩虹横在蔚蓝的天空 他深吸一口气 崭新世界近在眼前 谢霜在商场找了一份化妆品销售的工作 他对各类化妆品如鼠佳珍 化妆手法又精妙 找他买化妆品的络绎不绝 丁霜打完工过来接他 两个人一起手牵手买菜回家 日子虽紧巴需要精打细算 可他依旧对未来充满希望 一个月后 谢霜开了工资 他特意请丁霜去餐厅吃饭 餐厅位于CBD商务区 谢霜很喜欢这里的环境 他以前是这里的常客 最近已经很少过来了 但今天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他允许自己破例一回 谢霜精心打扮后来到餐厅 丁霜还没到 眼线有些郁染 谢霜站起来 去洗手间补了妆 急匆匆从里面出来 没留神 撞到了一个人 谢霜忙连声道歉 可等看清楚那人的相貌 他立刻愣在当场 铭声的出现令他猝不及防 一时间手足无措 铭声也认出了他 三脚眼半眯着 言语中带着玩味的嘲弄 谢霜好久不见 谢霜没有理他 静止往前走 却被他一把拉了回来 谢霜使劲挣开他的手 压低声音说 公共场合 你放尊重些 丁霜已经来了 就坐在他刚才的位置上 谢霜不想把事情闹大 丁霜这个人他太了解了 他就是一个没脸没皮的 卑鄙小人 可丁霜根本没打算放过他 他一条手臂横住去路 另一只手掐在他曼妙的腰线上 低头 在他耳边轻语说 听说你现在做那个 看在我们以前的关系上 能打折吗 谢霜整个人如坠冰枯 脸色陡然变得辉煌 他瞪大眼睛看着他 全身抖得厉害 丁霜露出胜利的笑 嘴里不甘不敬地 对他上下起手 谢霜奋力抗争 对他又咬又踢 却不敢发出一丝一毫的声音 丁霜看出他的顾虑 于是更加肆无忌惮 一只手紧紧牵住他 另一只手探近伊林姐 他的纹胸扣 谢霜感觉到肩带在 一点点的滑落 正在绝望之际 丁霜忽然被一个黑影 揪住伊林往回一瞪 紧接着一记重拳 狠狠砸在脸上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又是一拳 借连两记重拳 直接把铃声锤到了地上 谢霜惊魂未定 手忙脚乱地整理一群 抬起头 发现丁霜正面无表情看着他 谢霜满脸通红 像做错事般又羞又骚 低下头不敢与他对视 丁霜也没多说什么 拉起谢霜就往外走 铃声刻毒地盯着两人的背影 抹了一把嘴角的血 扯着嗓子大喊 哎 你知道你女朋友是鸡吗 丁霄停住了脚步 向被人点了穴 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铃声满意地看着他 微微颤抖的背影 继续说 他是我们那儿远近 文明的下贱胚子 你知道他被多少男人上过吗 对一个这样的人上心 你这辈子没见过女人吗 谢霜脑袋嗡的一下炸了 如果现在手头有一把刀 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捅上去 此时此刻 他只想拖着那人一起下地狱 可还没等有所行动 丁霄已经率先冲了上去 两个人再次扭打在了一起 铃声仓皇抵挡了几拳 很快就被满脸是血的打趴在地 丁霄已经打红了眼 招招致命拳拳到肉 大吼一声又将一个垃圾桶狠狠砸在他的背上 谢霜怕了 丁霄凶狠暴力的模样根本是想要他的命 铃声死不足惜 可丁霄大好前途 不值得为那个烂人填命 谢霜慌忙上去拉架 可已经失去理智的丁霄根本拦不住 餐厅的人也来了 三四个撞小伙扯了他的胳膊 硬是让他正脱开右上前 堵了一脚 最后还是警察来了将两人拉开 一直折腾到晚上十一点 两个人才从警局里出来 冬日的深夜很是寂寥 街上空无一人 只有昏黄的路灯斜斜地照在道路两侧 丁霄嫩不作声在前面走 谢霜在后面跟着 两个人谁也不想开口说话 丁霄走得极快 一双长腿急步如飞 谢霜碾了几步 还是跟不上他的节奏 刚才在警局中林生说 他一个出来卖的小姐 我们价格没弹拢 那男的冲上来就打 他们这是仙人跳 做笔录的女警察 看他的眼神多了几分异样 态度也明显轻慢了起来 在知道丁霄还是美术学院的高材身后 更是不住地摇头叹气 谢霜忽然一阵子委屈 为自己更为丁霄 他顿住脚步 咬咬牙 转身就朝相反的街边走 可没走几步 胳膊就被丁霄拽住了 你去哪儿 谢霜把手狠狠一甩 盯着他一字一顿说 丁霄 从今以后 我们各走各的路 丁霄恍若未闻 依旧执着地拉起谢霜的手 你别闹了 我们回家 谢霜狠狠心再次把手抽出来 丁霄 你准备逃避到什么时候 你不敢面对现实对不对 你明明都已经知道了 为什么还要装作一切都没有发生的样子 现在一切真相大白 这戏要怎么演下去 丁霄哀怨地看着谢霜 语气有些无奈 我从来不是演戏 谢霜看着远处忽明忽暗的灯塔 语气黯然说 你刚才没听清吗 这一切都是骗你的 我不是什么模特 我只是一个出卖肉体的女人 这原本就是一场虚伪的骗局 我骗了你 也欠了你 我跟你道歉 从此以后我们桥归桥 路归路 就当从来都没有认识过吧 可是你千方百计 从洪姐那里赎回了合同 到底是为了什么 丁霄忽然一把攥住她的手腕 态度强势 目光锐利地逼是她 是不是喜欢我 想要跟我在一起 谢霜一时被问愣了 看她的眼神充满疑惑 说不出一句话 你也用不着跟我道歉 我知道 从一开始我就知道 丁霄说 你骗了我 我也瞒了你 我们两不相欠 谢霜不可置信看着她 原来你早就知道 短暂失神过后 她垂下目光 唇角勾出一抹自嘲的笑意 原来 我只是一个自欺欺人的小丑 不 丁霄用力攥住她的肩膀 双目啄啄盯着她 我知道你不是他们所说的那种人 你表面冷硬 其实心肠比谁都软 我还是无意中看见了你的汇款单 才知道你这些年一直在资助学生 我只是想告诉你 不管别人怎么看你 在我的心中 你就是最好的 谢霜抬头望着她 震愣片刻 忽然大笑起来 笑得放纵而肆意 你才认识我多久 你知道我多少 少摆出一副很了解我的样子 我那么做 只是为了找一个借口 好让自己心安理得地享受这些脏钱 她喉咙一阵酸涩 强人眼眶中的泪水 咬牙说 他们说得对 我是不知廉耻自甘堕落 你年少有为 还有大好的前途 不要再跟我这样的人混在一起 道不同不相为谋 谢霜说完 把丁霄大力一推 转身就跑 可没跑几步 很快就落入了一个温暖的怀抱中 谢霜被丁霄紧紧固在怀里 挣扎了几下都没有成功 如果我看不出你在故意气我 我才是真正的无可救药 丁霄清冷的声音从头顶 徐徐喘来 我不知道以前的你发生了什么 也无从知晓 为什么你变成了如今的模样 不过我可以告诉你 从今以后 我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 道不同不相为谋 那我们以后就走相同的路 一直走 走下去 谢霜沉默两久之后 眼泪终于夺眶而出 从低声啜泣到嚎啕大哭 他要把这些年积压的苦嫩酸色 全部都宣泄出来 除此之外 他还由衷庆幸 人间烟火 山河远阔 从此不再是邻丁一人 转过年来春兰花开 丁霄开始为论文打遍做准备 他与谢霜感情日渐深厚 两个人还约定等丁霄一毕业 就去登记 谢霜因为业务能力出众 公司下个月要调他去上海培训 这是一个好消息 每个准备晋升店长的人 都要先去总部培训 谢霜喜出望外 提前半个月就开始准备出差的行李 可在这几乎眼上 老家一个电话打来 一切都变了 丁母查出了尿毒症 医生说透析是最好的方式 可长期透析需要一大笔钱 丁家本就加贫 这可愁坏了一家人 姐姐一家生活本就不富裕 能凑出前期医药费 已经是尽了全力 下个疗程的费用 眼看着就要交了 这笔重担就落在了丁霄肩上 为了赚医疗费 丁霄没日没夜地接单画画 有些商家趁此机会压低价格 急等用钱的丁霄 也只能照单全收 可没想到乌鲁偏逢连夜雨 丁霄在彻夜画完壁画后 忽觉一阵头晕眼花 两眼一黑 便从两米多高的梯子上 摔了下来 不省人事 丁霄很快被送进了医院 医生检查时尤其中毒 是因为商家偷工减料 使用了劣质颜料 谢霜找商家索要赔偿 可无良商家不仅不认账 还百般刁难 谢霜几次三番找上门去 最后被保安轰了出来 后来谢霜想到了一个人 几番斟酌后打了一个电话 没想到三天后 那商家老总直接跑医院来了 不仅送了补品慰问 临走还给了两万块钱 丁霄不明其中缘由 还以为是商家人好 只有谢霜知道 这其中的门道 丁霄只在医院 住了四天便执意出院 住一天就要一天的钱 他现在可耗不起 丁霄以前总有一些 不切实际的天真幻想 可直到现在 他才悲哀地发现 所谓的理想在现实面前一文不值 因为打架被留了暗底 丁霄头的所有简历都石沉大海 如今只能借一些强惠的灵活 为了赚钱 他跑去超市打工 每天直到凌晨才回家 到家之后倒头就睡 天还没亮就爬起来再去挣钱 谢霜把朋友借了个遍 可借了几次后 原本关系不错的几个 全都不照面了 陈热明劝他 所谓救急不救穷 丁家现在就是一个无底洞 总这么个借法 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倒不如趁早撇清 说不定还有条退路 谢霜却觉得丁家现在走投无路 也有他的原因 否则以丁霄的能力 找一份称薪的工作也不难 总归是自己欠了他 去总部培训 需要先垫付机票钱和住宿费 谢霜权衡再三 还是放弃了这次机会 他在酒吧找了一份促销酒水的兼职 丁霄对酒吧有偏见 谢霜也没把这事告诉他 他每天工作到深夜 灯红酒绿的工作环境 少不了又灌了黄汤的灯徒子骚扰 可谢霜为了能拿到高额提成 还是忍了 一天下午 丁霄以前的同学 郭艳艳找到谢霜 郭艳艳的出现令谢霜非常意外 更令他意外的是 郭艳艳打扮时尚满身名牌 跟以前的朴素学生妹形象 盼若两人 郭艳艳也不绕弯子 直接开门见山说 你离开丁霄吧 她的前途不可限量 而你这种女人在她身边 带给她的只能是痛苦和耻辱 你会毁了她 她需要一个能帮到她的女人 我可以帮她 她想要的 我都能帮她实现 谢霜说 丁霄很干净 她不是那种屈炎覆势的人 郭艳艳不谢说 那是以前 现在她吃了苦头 就应该知道 所谓的清高 有什么用 能当饭吃 还是能当水喝 这世上的人 会把她啃得连骨头都不剩 谢霜摇起眼皮 瞥了一眼 慢悠悠地说 如果她真是你说的那种人 那你今天过来做什么 你不就因为没有说动她 所以才气急败坏 跑过来示威的吗 郭艳艳被怼得哑口无言 拎着皮包 丁霄蹭了一下站起来 我今天说的你好好想想吧 走了几步又停下 一脸愿毒看着谢霜 哦 你知道我是怎么知道 你底细的吗 那天你去办公楼 我看见你了 你去求的那个人是我舅舅 谢霜精心准备了一桌子饭菜 全部都是丁霄喜欢吃的 时针只到十点 丁霄依旧没有回来 自从出事之后 她每天三更半夜才回家 谢霜知道她在偷偷卖血 但没有说出来 只是每天默默给她顿食材补身 这钱虽来得快 可这样饮鸩止渴的赚钱方法 不知道还能熬多久 将近十一点 丁霄终于回来了 整个人灰秃秃的 脸上是说不出的疲惫 她看着满桌子的菜 有些惊讶 今天是什么大日子吗 谢霜淡淡地笑 是我的生日 丁霄说 生日不还有两个月吗 谢霜上前勾住她的脖子 我就是想提前过 丁霄宠溺地把她圈在怀里 行 提前过就提前过 又一拍脑瓜 糟糕 我没给你准备礼物 谢霜闭上眼睛 等一会吃完饭 给我画一张画就行 丁霄在客厅里架起画板 自从母亲查出病后 她每天疲于赚钱 已经很久没有摆弄这些画具了 久不拿画笔 感觉有些陌生 谢霜去礼物换了一套 真似睡衣出来 走到客厅中央 慢慢解采衣袋 等丁霄抬起头来的时候 谢霜已经退去了衣裳 柔软的睡衣堆在脚踝边 暖黄的光线下 一个女人的美丽 同体完全展现在她的眼前 霄间细腰 身材曼妙 一双玉腿修长白皙 如铺的头发 随意垂在丰满的胸前 一双眼睛好似盛满阴音秋水 虽不着寸驴却毫无扭泥之态 真如画中走出的仙女 说不出的美丽圣洁 这不是丁霄第一次看她的身体 但这样直接还是第一次 丁霄心跳的厉害 明显有些慌张 发觉自己有些失态 她赶忙把视线挪开 你可别招我 我今天可真没力气了 谢霜笑说 谁招你了 有点职业素养行不行 她边说边走到棉布沙发旁 以一种舒适的姿势鞋躺下 这样好吗 丁霄定了定神 拿起画笔 点点头 行 她握住画笔后端 开始在画纸上勾画轮廓 安静的屋内 只能听见笔尖与纸张摩擦的沙沙声 丁霄灵活地挥动手腕 眉眼里尽是认真 谢霜激进贪婪地看着她 她想把她的样子全部都印在脑海中 她表面在微笑 内心却在哭泣 秒针大大的不停转动 似乎在宣告她这一生幸福的终结 夜深人静 丁霄早已进入了梦乡 谢霜却久久不能入睡 今天陈热明说了一件事 以前丁霄在酒吧兼职的时候 红姐经常找她聊天 还隔三差五送她礼物 时间一长 酒吧的人很快知道了老板的心思 他们常拿着是打去她 丁霄觉得受辱 便很快把工作辞了 如今红姐不知 从哪知道丁霄急需钱 又就是重提 只要她点头 钱的事儿好说 谢霜无意去揣测什么 看到最在乎的人 躺在病床上 饱受折磨却无前医治 这样挫败无力的痛苦 她已经受过一次 不想让丁霄野长道 理想和现实往往背道而驰 让一个人在良知和生命面前做选择 那样太过毒辣残忍 丁霄涉事未深 她天真的以为凭借努力可以渡过难关 可再过一段时间她就会知道 在现实面前 一切努力都是那么的绵绕无力 她坚决抵制了诱惑 可事情并没有任何改变 到时又该如何 她会自责内疚 痛恨自己为了虚无缥缈的信念 罔顾了母亲的性命 她不要她痛不欲生 她要让她平安顺遂地活着 只要她好 一切苦果她来承担 谢霜用手指描绘着丁霄的睡颜 好好睡吧 睁开眼睛之后 你会有一个崭新美好的明天 当丁霄睁开眼睛的时候 谢霜已经坐上了 飞往加拿大的飞机 飞机在云层上翱翔 看着一朵朵白絮似的云团 从闲窗飘过 谢霜这才明白 什么叫天各一方 渐行渐远 丁霄曾经说过 谢霜 我可以把我的人我的心 甚至我的灵魂都给你 可是你不能不要我 你已经气我两次 若再有一次 我绝不原谅 在她做出决定的那一刻 她就知道 与丁霄此生再无可能 可她不后悔 既然下定决心 她便义无反顾 绝不回头 二十多个小时之后 飞机抵达加拿大 魁北克机场 谢霜拖着行李箱 走出航站楼 傅先生的专车 早已等候多时 一个大胡子司机 帮她把行李搬上车 谢霜迈上车 车子缓缓开动 这不是谢霜第一次出国 但魁北克还是第一次来 这座城市神秘而古老 沿街风景 令人目不暇接 谢霜忐忑不安 无心欣赏风景 尽管已经做好心理准备 可面对未知的未来 她依旧心怀恐惧 车子在傅先生的别墅前停下 别墅是典型的欧式风格 傅先生早已拄着拐杖 站在大门口等候 看着谢霜从车上下来 她上前牵起谢霜的手 微微躬身 在她手背上用力一吻 谢霜用力微笑 以掩饰尴尬 傅先生紧紧攥着她的手 亲自带她参观别墅 这里的确是梦想中的家 绚丽的水晶吊灯 华贵的大理石地砖 叼着花纹的大壁炉 无一步显示出主人的奢华品味 谢霜听着她的讲解 看着富丽堂皇的家居陈舍 一个声音在心底大声呼喊 这是她的家 也是她的坟墓 新婚之夜 谢霜躺在绵软的床上 墙上挂的油画和随风飘荡的华丽帷 让人感觉这一切是那么的不真实 傅先生洗完澡穿着睡袍进来 脱下衣服 全身赤裸的她老太避现 身材干板又矮小 脸上的皱纹像树皮一样粗糙 单薄的身子骨瘦凌循 干巴巴的似乎能看见骨头 她爬上床浮在谢霜身上 谢霜直愣愣看着天花板 两手握拳放在身体两侧 如一具没有灵魂的尸体 傅先生大汗淋漓 嘴里不停喊着紧紧 可还没等挺近就软塌了下来 她颓然地从谢霜身上下来 神色有些懊恼 谢霜默默松了一口气 从床上坐起来 俯着背安慰她 傅先生歇息了一会儿 再次颤颤巍巍下床 把一个盒子抱到床上 盒中一个紫色硅胶器具 硬无眼帘 她把器具拿在手中不住马撒 还好 还好有这个 谢霜值得再次躺下 任命地闭上眼睛 在谢霜离开的一周后 丁潇在网上发出的求助贴 终于有了回应 一个爱心企业 将50万扇款打到了医院账户中 集团领导还亲自带了营养品 到医院慰问 说丁潇世母致孝 让她极为感动 接下来的医药费 由他们承担 如果丁潇愿意的话 还可以到他们集团工作 以解目前的燃眉之急 与此同时 一张支票也送到了 陈岳明的手中 陈岳明看着上面的树额 脸上并没有喜色 她抬头 看着天上的月亮 忧心忡忡 谢霜的不告别让众人始料未及 那天临近中午 丁潇才昏昏沉沉 从睡梦中醒来 她扫失屋内 谢霜的衣物已经全部不见了 叠得整整齐齐的被褥上 放着一对龙凤金镯 镯子下压着一张字条 一别两宽 后会无期 丁潇看着纸条默不作声 久久沉默后 把纸条放在了口袋中 她没有自暴自弃 更没有怨天尤人 只是每天疯了一样拼命工作 似乎永远不知疲惫 别人不敢接的火 她敢接 别人不敢爬的楼 她敢爬 四十多米的高空 只吊着一根保险袋 就赶在墙壁上画画 风一吹 颤颤悠悠 看得人心惊胆战 自谢霜走后 郭燕燕三天两头 往丁潇她家跑 洗衣服做饭刷鞋 脏活累活无怨无悔 丁潇撵了几次没撵走 也就由着她了 丁母治疗一段时间后 情况大有好转 看着郭燕燕忙里忙外 倒也喜欢 就暗暗问丁潇的意思 没想到丁潇一口回绝 丁母知道 她还念着谢霜 只能无奈叹气 转眼三年过去 谢霜依旧杳无音讯 所有人都知道 她不会再回来了 岁月让丁潇改变了很多 面部轮廓 愈加冷峻深邃 目光也越来越锐利 她学会了喝酒 学会了抽烟 学会了跟不同的人周旋应成 也变得越来越不爱笑 越来越不爱说话 她把自己的心牢牢锁起来 不肯向任何人敞台心扉 曾经她那么卑微地 将一颗心捧给一个人 得到的却是无情的践踏 爱一个人就是把刀 亲手递到对方手中 她血剑当场百念俱灰 自此什么风花雪夜儿女情长 全部都与她无关 时光荏苒 岁月如梭 转眼已过去五年 魁北克临近极地 冬天异常寒冷 蟹霜水土不服 来这里没多久就病了 气候一凉就咳嗽不止 傅先生性情孤僻 不喜交际 没什么朋友 他也不让蟹霜出去 只叫他每天待在别墅里陪他 一年前傅先生忽然从楼梯上摔下来 一直躺在病床上疗养 可随着天气渐冷 并却越发沉重起来 傅先生这些年代他刻薄 可吃穿用度倒也没少 如今他病入膏肓 蟹霜照顾他也是尽心尽力 晚上他只要咳嗽一声 他就要从床上爬起来端水滴药 蟹霜本就睡眠不好 这下也不敢再吃安眠药 就咬牙硬扛着 结果成宿成宿地睡不着觉 后来傅先生高烧不退 嘴里还一直念叨着姐儿的名字 请了几个有名的医生过来 看过之后都直摇头 初冬第一场雪 傅先生终于游进灯窟 熬进了最后一点气力 谢霜操办了他的葬礼 葬礼过后 傅先生久未露面的三个儿子出现了 他们一见面就气势汹汹地 要谢霜从这座房子里滚出去 谢霜自然也不愿意多待 可傅先生死前曾立遗嘱 给谢霜留了一小部分遗产 这些钱跟全部家当比起来 虽是九牛一毛 可也够谢霜将来安身立命之用 傅先生的儿子要把财产全部吞掉 谢霜自然不一 结果几个人掐起架来 谢霜人丹丽博 在推丧中不慎落入泳池 后来虽被人救了上来 可因大量枪水落下了病根 经常性的胸口憋嫩 呼吸困难 谢霜找了当地律师打官司 在漫长的两年过后 他终于拿到了属于自己的遗产 日子平淡如流水 一转眼七年过去 他已经35岁了 没亲人没朋友 谢霜如一只孤魂野鬼 在一国他乡游荡 老家的亲人他不联系 他们就全当他死了 对他死了 真正的谢霜早已死在了七年前 如今活着的只是一句可悲的取巧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谢霜开始咳血 他原以为是喉咙问题 就吃了止咳药 可没想到越吃病越严重 到最后大块的血痰 怎么也止不住 他到医院检查 医生看他的眼神 欲言又止 谢霜明白 这副身子终于熬到头了 七年后 谢霜终于又回到了那座城市 城市的变化很大 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 谢霜给了司机一个地址 计程车在一个馄饨店门前停下 这是一个门脸很小的馄饨店 大约二十多平米 不仔细找的话 根本注意不到 下午时分 店里没有什么人 一个微胖的妇女 正坐在门口刷碗 陈月明壮了 也黑了 原本纤细苗条的身材 变得臃肿不堪 低头还能看见浑原的双下巴 深秋时节 她的手泡在冷水里刷碗 手指冻得又红又粗 店内音响传出时下最时髦的歌曲 她一边陶醉地唱贺 一边用脚尖打着节拍 与巫传来婴儿的啼哭 接着听见一个男人在屋子喊 变他娘 玩又哭了 陈月明忙站起身来 随手往衣服上一擦 着急忙慌冲进屋子里 谢霜躲在一根柱子后面 静静地看着她 始终没有露面 一天后一个小孩走进馄饨店 交给陈月明一个信封 陈月明打开一看 里面竟然是一张六百万的现金支票 是一个阿姨让我给你的 陈月明文言连鞋都没穿就跑了出去 他站在街边茫然四顾 可除了如知的车流 并没有看到那个期盼已久的身影 CBD广场又一家城市画廊开业了 伴随着激昂的乐曲 领导们走上主席台剪彩 丁霄作为画廊的投资人 也站在剪彩的队伍中 谢霜挤在看热闹的人群里 仰视着主席台上意气风发的丁霄 七年不见 丁霄长大了 三十岁是一个男人最好的年纪 可悲的是 他已是残花败柳 昨日黄花 谢霜黯然自嘲 来看一眼又能怎么样呢 不过自取其辱罢了 丁霄接过李仪小姐递来的剪刀 忽然 他在人群中看见了一个身影 丁霄心神大动 整个人顿时将愣住 旁边人都剪完了 他却还握着剪刀一动不动 旁边人小心提醒 丁总 丁总 丁霄这才如梦初行 咔嚓一下把面前的红绸带剪掉 再次朝那个方向看过去 人已经不见了 谢霜租住了以前的公寓 他用一天的时间将房屋打扫出来 看着熟悉的房屋陈设 恍惚觉得这里还是七年前 北风呼啸 天寒地冻 他的咳喘久之不遇 失眠也越发严重 一日午后 谢霜扶了药刚躺下 门里响了 他硬撑着去开门 门外 丁霄面无表情地站在门口 谢霜有些吃惊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想要知道 总有办法的 不请我进去坐坐吗 丁霄扯了下唇角 谢霜看着他虚伪的笑容 说不出的别扭 可还是把他礼貌地请进屋里 倒了一杯水放在桌子上 丁霄穿了一身严整的西装 头发打得厚厚的发胶 整个人既金贵又精神 他环顾屋内的陈设 说 这屋里还是以前的样子 丁霄走进客厅 客厅中央支着一个画架 一幅人体素描端正地放在画架上 他脸色瞬间阴了下来 弯弯唇 平掉过去会让你心中愉悦吗 看着被你亲手丢掉的垃圾 再次出现在眼前 会不会让你有一种 志得一满的感觉 谢霜无心与他争辩 只淡淡说 我没有这么想 那你是怎么想的 难道你是锦衣玉食的日子过惯了 现在想尝一尝穷苦的滋味 你们有钱人的口味可真是特别 几年不见 丁霄终于学会了怎样 在不动声色中重伤别人 谢霜不知该高兴还是该难过 他的心痛得厉害 咬着嘴唇说 我不是什么有钱人 丁霄将面前的水一眼而尽 修长的手指把玩着面前的茶钟 怎么 那个老头子对你不好吗 谢霜垂下视线 他去世了 死了 丁霄一愣 很快脸上又现出一丝冷笑 所以他一去世 你就马不停蹄地跑回来 来找被你抛弃的这情人 谢霜浑身颤抖 哆嗦着嘴唇说 我没有 没有 没有什么 难道你那天 不是故意来找我的 想看看 我盛世对你于情未了 盛世还想着你 丁霄忽然站起来 周身气场犹如乌云压境 他步步紧逼 一直把谢霜逼到墙角 谢霜满脸惶恐 他想开口反驳 可面对他的质问 却连一句完整的话 都说不出来 不是 丁霄牢牢牢牵住他的手腕 双眼被阴至赤满 那是什么 你不来找我 难道还是去找别人 那天主席台上 有你要找的人吗 里面有你的老乡好 是谁 马科长 还是许秘书 丁霄故意羞辱他 他本该无动于衷 可心还是不可抑制地痛起来 那一字一句都像刀子 一刀刀地刻在他的骨头上 明明牵肠挂肚 朝思暮想的人就在眼前 可是从他嘴里说出的 只能是这些刻毒之言 谢霜不知道 自己到底回来做什么 找一个地方默默等死不好吗 为什么非要跑回来 自取其辱 没有 没有 谢霜的心如针扎一般 疼痛伴随他的血液流遍全身 他终于忍无可忍 将他大力一推 大吼道 你走 你走 这里不欢迎你 你走 我说这些你就受不了了 可是你做的事情 比这些话很百倍千倍 那天你突然消失不见 只留下一张字条 就不告别 这一走 就是七年 为什么 你知道这些年 我是怎么过来的吗 丁霄双手紧紧攥住他的肩膀 忧生的瞳孔定定望着他 神情绝望而痛苦 谢霜强迫自己迎视他的目光 紧握双拳 含泪咬牙说 为什么 因为我需要钱 而你又是一个穷光蛋 当时我图新鲜才跟你在一起 你真以为自己可以养得起我 你别做梦了 丁霄正正看着他 追心刺骨肝肠寸断 他将往片刻后 勾出一丝残忍的笑 你需要钱 你这么廉价这么贱 谁有钱你就陪谁上床是吗 我现在有的是钱 突然 丁霄使劲一推 谢霜猝不及防 重重撞在墙面上 丁霄如一头发疯的猛兽 撕扯他的衣服 他的力气很大 谢霜几番努力 都没有将他推开 他身体本就虚弱 丁霄的刻度仇恨 更是让他痛不欲生 谢霜心神受创 感觉下一秒钟就要断气 终于 他狠狠心 怕 突如其来的耳光 令丁霄清醒 他颓然地往后退了一步 气喘吁吁看着谢霜 双眼通红 还带着一丝不甘心的委屈 谢霜无力地 靠在墙上 闭上眼睛 你走吧 丁霄深深看他一眼 从钱包中 掏出一张字条 放在桌子上 最终开门离去 一别两宽 后会无期 自那天过后 丁霄再也没有来过 又下了一夜的雪 谢霜可喘不止 高烧不退 他躺在出租屋内 已经三天 没有进食 他不知道人在死的时候 到底是什么感觉 有没有回马灯 在眼前放 如果有的话 他希望回到七年前的向阳公园 他想再看一眼 那个内敛沉默的白衣少年 艳阳高照 白帆点点 公益海上葬礼 正在一艘轮船上举行 一个多月之前 房东过来催房租 这才发现了已经死去的谢霜 他平时独来独往 不与人接触 所以死亡多日也无人知晓 手机通讯录已经被删空 警察查看了他的户籍 才联系到了他的家人 结果电话那头说 在家忙农活没时间 警察还没来得及回话 那边就把电话挂了 警方搜查房间的时候 在抽屉里发现了一叠信件 仔细查阅后才知道 原来谢霜在这十几年间 资助了一百多个贫困学生 他捐助他们上学的费用 还写信鼓励他们 这样一个好心人 竟然死了一个多月 没有人知道 而且死去时身无常物 一贫如洗 这让众人唏嘘不已 媒体走访了谢霜 曾经资助过的学生们 他们有的考上了重点大学 有的已经参加工作 知道海藏的消息后 他们自发赶来送他 并且按照他生前遗愿 将骨灰洒向大海 轮船鸣笛 远处一群洁白的海鸥 在水面上翱翔 曾经有一个女人 爱上了一个男人 她的爱卑微而绝望 如今她魂归大海 不必承受异样的目光 也不必遵循世俗的评判 所有的爱恨情仇 都因肉体的殒灭化为乌有 率性坦荡无愧于心 此生无怨 来世无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